大家好,我是Dane 8月底,SM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NCT前成员Tay因涉嫌犯罪被起诉 公司在得知严重性后决定让他退团 当时并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事情 让一向都以保护艺人而有名的SM做出这种选择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Tay和两位朋友,也就是三个人 怨亲最久的女性而被起诉了 警方在今年6月接到受害者报案后 将Tay立案调查 并在28号传唤他到警察署 对他以特殊准强恩罪进行了调查 特殊准强恩罪是指持有凶器或有两个人以上 共同对精神失控或无法反抗的受害者 做坏事时成立的罪名 由于该罪行容易引发严重的伤害或杀后果 因此,根据韩武的法律 将会比一般的强恩受到更为严重的处罚 大家不都预料到了吗? 一般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包容处理的SM 这次直接站出来应对 估计是因为情况相当严重 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还敢去粉丝见面会 厚脸皮的和女粉丝们笑着聊天 不犯罪好好生活就有那么难吗? 到底为什么真是太恶心了? 希望NCT能快点重新录制 那家伙的声音让我恶心都听不下去了 现在最难受的应该是NCT成员们和粉丝们 希望大家都能加油 在最新一集的韩传一般一 因出演艺人们缺乏同理性的行为 而遭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强烈批评 在10月6号播出的KBS一般一中 针对6位出演者进行了礼仪测试 制作组让年纪最小的编剧搬运沉重的行李 并观察出演者们的反应 第一位侧射对象是Kim Jong-min Kim Jong-min看到双手抱满西瓜的小编剧经过时 虽然问了这是谁的却没有帮忙 之后Din-din,Chu-se-ho,Yi-jun都没有帮忙摆小编剧的行李 而Yu-se-no则是看到编剧的行李后说了 不重吗?现在帮你拿是不是已经太迟了? 最终还是没有帮忙拿行李 在所有出演者当中 只有Moon-se-yung看到拿着行李的小编剧后 迅速上前帮忙了 事后看到影片的出演者们都显得十分尴尬 Kim Jong-min编解说 我当时担心那是他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帮忙拿会让他感到为难 怕我管得太多了 丁丁则强调 我对小编剧使用了禁语 这代表我尊重他 而Chu-se-ho看到自己都没有看小编剧一眼就走过去的画面后 尴尬地表示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这件事呢? 而乙军贵着表示 今天我一直在展现下男子的样子 如果说一下借口的话 首先我真的没看到 但即使我看到了也可能不会帮忙 如果他真的很辛苦地搬着 我可能会帮忙 但他走得很轻松 而且不就是一小段距离吗 帮忙反而会显得多管闲事 节目结束后 因为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 反应真的很不好 制作组下架了该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还可以理解 但这是认识的人呢 这只是暴露了他们的本性而已 最小的编剧也只是做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别人帮忙呢? 没帮忙这件事本来就有点让人不舒服 但如果承认错过去也就算了 下一次做好就行 但傻眼的借口实在让人感到恼火 原来还有这样让出演者被骂的节目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不给别人添麻烦就行了 怎么能因为没帮忙就大惊小坏呢? 这根本不是礼貌问题 有很多人对不太熟的人 也会觉得帮忙很有压力 是母亲人有体贴心 但其他人也没做错什么 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各自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对于尔巴尔最新一集片段下架的理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黑白有利沙》 韩国唯一米其林三星餐厅主持 安森杰笑死人的谜音 在看完《黑白有利沙》后 韩国网友们都认为 安森杰是控制性人格 一边说话一边不断整理汤吃 安森杰的眼睛里 似乎看见一条我们看不到的线 而且还得了 如果跨过那条线就会死得病 所以为了不死而拼命努力 跟着那些控制性的人们说 因为不喜欢看到用汤匙挖出的两个洞 所以特意转动杯子 接着PATRO挖过的部分继续挖 全部摊开来的理由 因为需要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眼前看得见 连擦过嘴的纸巾都要折成正方形的疯子 几个跟我很像 东西放下的时候一定要整理好 对摆得整整齐齐有点强迫症 好帅 但不希望我的上司男友或父母那样 这不是控制性而是强迫症吧 我已经经历了30年 感觉更接近强迫症 所以看影片的大家中 有没有像安森姐这样的性格呢 但不可遅 所以说 不可遅 不可遅 或别说 就是 真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